304解题说明 首先打开练习档案,按确定 在PP03里面点两下 这边除了一个PowerPoint的档案以外 它有两个项目符号的图片档 还有一个插入图档 我们首先打开PP03这个档案 进来以后我们先看第一小题 要在投影片的母片 套用中庸的布景主题 接着我们请大家点选检视 切换到投影片母片的检视模式 这边请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把它移到最上方 点选投影片母片第一片 接着在投影片母片的布景主题下 选取中庸这个布景主题 套用 第二小题我们要在投影片的母片插入图片 并且设定图片格式 好,我们选取插入图片 一记题目要求在我的电脑 C里面AMS.CSF 里面PP03里面 我们选取PPD,PED,PED 这个档案 按插入 接着一记题目要求 按右键 选取大小及位置 好,大小 由于要改变高度及宽度 所以我们先将锁定长官笔取消 高度一记题目2.78 宽度2.57公分 位置 相对于左上角 21.23公分 垂直 0.8公分 好,替代文字 题目的要求 在标题里面 我们要自己输入 四个字 心爱宠物 描述里面 好,也要求要输入 心爱宠物四个字 好,接着我们关闭 好,接着第三小题呢 我们要设定 投影片母片 我们刚刚插入的图片的动画 好,在这张图片里面 我们点选动画 效果 在其他里面 选取随机线条 接着开始呢 一记题目 是以前动画同时 期间 好,我们选取以后 自己输入 两秒 按Enter 好,完成以后 我们接着看第四小题 设定投影片母片 文字样式 包括第一层还有第二层的项目符号 好,我们首先 点选项目符号第一层的文字 接着点选常用里面 在项目符号里面 我们点选项目符号 及编号 这边的字高 建议大家要先修改 好,我们输入100% 字高 图片了 一记题目要求 汇入 好,到我的电脑 西底下 ms.csf里面的PP03 选取第一张 按icom图示 按新增 进来以后 再按确定 好,接着同样的方法 我们选取第二层 项目符号 项目符号及编号 至高 85 先输入 好,再选取图片 汇入 我的电脑 C里面 ms.csf PP03 好,第二张图片 新增 好,记得 是这张新型的图案 按确定 好,完成以后 我们最后看第五小题 设定讲义母片 好,包括版面配置 还有页首、页尾 接着我们在 检视的功能标签里面 选取讲义母片 好,一记题目要求 要删除版面配置中的 日期及页码 好,也就是右上方的 日期及右下方的页码 好,我们接着 将版面配置期里面的日期 好,点选 去掉 页码也去掉 好,就分别删除了 日期及页码 好,接着我们调整一下版面 在页首的部分 一记题目要求要输入 藤爱你的宠物六个字 好,接着我们点选 页首的文字框 在常用里面 一记题目要求 自圆间距加宽 6pt 好,确定 文字大小 16pt 好,最后 我们再移到页尾的地方 点选页尾 好,一记题目要求 要输入 宠物80专线 好,全形字的冒号 接下来半形字的02 好,一横 2 7个8 接着点选 页尾的文字框 选取字形大小 16pt 好,到此解题完毕 档案 练存心档 PPA 03 组存 好,评分 数颗评分 确定 好,结束